在一场初雪之后呢 北京的天气真的是放晴了 但是你也会感觉到无比的干燥 虽然北京的室内非常的暖 但是这种干燥的环境呢 会把你的水分往外拔 所以很多人都说 我用了精华 也用了面霜 还是会觉得干 就会来问我说 是不是应该换一款精华呢 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 可以加一个步骤精华油 在保湿的力度提升的情况下 还能加强抗牢 来给大家做一下精华油的科普 精油和精华油是一样的吗 答案是不是 虽然都是油 但差的一个字就相差特别的多 在能力度上来说 精油它是各类植物 100%提准所获得的 它是不可以直接上脸的 因为它会刺激到我们的肌肤 尤其像孕妇啊敏感肌 都是要必堪使用的 但是精华油呢 它是通过科学的配比 虽然降低了浓度 但是对皮肤更温和和安全 而且里面用了很多工艺专利技术 来提升肤感促进吸收 所以说其实精油呢 它更原始 而精华油呢 它是被精细加工过 就像我们说的粗盐和食用盐一样 第二点呢 就是它们的使用方式不一样 精油呢 它分单方精油和副方精油 无论它是一种植物提取的 还是多种植物提取混合在一起的 它都不可以直接上脸使用 它都需要加调和油 来混合稀释在使用 而精华油呢 它是已经加工好的精华类产品 是可以直接上脸使用的 如果大家去一些什么美容机构啊 或者有人给你推销说 如果我们用的都是精油的话 你可要长点心了 很多大牌和专业的方疗品牌 比如说像躲凡啊 教育师啊 人家讲的也是 我们添加了什么样的植物提取物 或者添加了什么样的植物精脆 那么精华油和精华液相比的话 它有什么样的优点呢 因为我们的皮肤是精脂呢 所以脂类的产品 它更容易被吸收和渗透 现在粉果的呢 叫脂质体 微囊包裹技术呢 它就是通过脂类的筋肤性 帮我们把活性成分渗透到皮肤里 然后油呢 会浮在水面上 所以精华油在脸上的保湿力就更好 而且很多精华油里面 含有大量的天然植物的萃取成分 在油脂的保护下可以更好的让皮肤所吸收 所以抗老的效果特别好 这就是很多大牌的精华货了以后 他们会再提出精华油的原因 第三个呢 就是精华油挑皮吗 我觉得这要看你所生活的地区 还有你本身皮肤的干燥程度 还有就是你能接受的肤感是什么样的 像我生活在北京真的是老干了 我身边有些朋友如果是干皮的话 他可能一年四季都在用精华油 其实我在夏天的潮湿度一过 进入到秋天的干燥环境中的时候 我就开始用油了 只是可能我在北京的时候用的量多一些 然后飞到上海出差的时候 或者说潮湿地区出差的时候 量稍微少一点点 我个人是混油皮嘛 所以我们用不会太油的 但是如果是干皮的话 其实我觉得你用一些油在脸上的话 是无可厚非的 然后就要说精华油怎么用 建议大家在精华和面霜之间来使用 因为精华油的高保湿性呢 放在精华之前的话 恐怕会有一点点影响吸收 如果是觉得面霜滋润度不够的话呢 就可以低几滴精华油在里面 然后混合一下再上脸 如果用惯了的话呢 也可以让精华油来代替精华液 就是一个水精华油加面霜的步骤 然后也可以提升粉底的滋润程度 混合液滴在粉底里面 你就会发现你的底妆呢 看起来更润的一些 然后给大家看看 我最近在用的和我用过的一些精华油 我用的比较早的呢 是海澜之谜的这瓶精华油 刚开始我买它的时候呢 是为了帮助乳化面霜 后来发现单独使用的效果也蛮惊艳的 精占面霜也滴上两滴这个油 它的面霜的质地呢 会更顺滑好乳化 然后滋润度也会更高 它的功效呢 就是神奇活性精粹 Miracle Bros 里面还有酸橙茶精粹 有很多抗氧化的植物提取物也在里面 其中含量最高的呢 就是白石花籽油 它是一种柜价面油里面都会添加的成分 稳定性非常好 而且不焖豆 对油豆皮也非常友好 这款它是水油混合的配方 属于质地比较清爽的精华油 它的水油比例里面 油占大部分 所以保湿修护屏障的效果 就比普通水肌的油要好 总结一下呢 这款油它就是在保湿和修护敏感的同时 共同完成肌肤屏障修复 推荐给很油皮和油皮的宝宝们 然后就是Fresh这个古源系列的修女精华油 它也是一款含有白石花籽油的 主打修复敏感的一款精华油 这款呢有13种成分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而且跟上一款水油混合不同 它是纯纯的油肌底精华油 这款呢是无水配方 不添加传统的防腐剂 无香精无乳化剂 而且Fresh这一款呢 它就是白石花籽油的成分含量非常的高 超过了50%的油脂比例 还有一些抗炎和抗氧化的成分作为辅助 它的这种质地呢 我觉得干皮会喜欢吧 因为它的滋润度非常的高 总结来讲的话就是修复力非常的强大 然后是Sicely的黑玫瑰精华油 Sicely的黑玫瑰系列 我记得是情有独钟 从他们家的面霜到面膜我都很喜欢 有一次初夏我再做粉底了 戴上一瓶比较干的 然后上脸的时候就感觉 哎呀有点爆皮很难推开 我就厚敷了黑玫瑰的面霜下头吃早餐 然后回到房间重新上妆 就发现粉底还是融合的蛮好的 然后瞬间就碍了 这款精华油的质地呢 也是那种水水的油状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纯油配方 它里面含量最高的呢 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角砂丸 就是修护肌肤屏障的明星成分 让它是感觉蛮清透水润的 而且它的及时修护能力也非常好 成分呢也是比较放心安全的 肌肤脆弱敏感的时候呢也可以用它 它里面还含有山茶籽油和梅子油 可以为肌肤提供不饱和脂肪酸 来达到一个抗老的效果 这次里的顶级S系列里的明星成分 喊善枣精脆 这里面也有喊 总体来讲呢 它在敏感接合爆豆的时候使用 可以加速豆豆的修复 这一款要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 它就是躲藩刘金修护蜜 它可以说是法国殿堂级的高端 芳疗药妆品牌 可以说是药妆里的海兰之谜 在被亚诗兰带精分收购了以后呢 它也是延续了亚诗兰带的鸡微酒配方 成分非常好看 这款刘金修护蜜的颜值它也是非常的高 你摇摇就看着里面飘洒的金箔 真是肉眼可见的奢华感 它不光是颜值 而且它的成分也非常的奢华 它里面有8种珍稀花卉的高能精粹 还有20多种植物的活性成分 就是他们家八花精油的升级版 虽然它是一款纯油级的精华油 但是它的质体非常的顺滑 不油也不水 按过之后呢 你会有一层薄膜的肤感 而且它的味道呢 也非常像在做子弹 总结一下呢 就是它里面呢 有很多高浓度多活性的添加 抗老和保湿豆具分 而且是干皮 油皮和豆鸡都可以尝试的 然后是这一款 Elems Superfood 食物滋养面部精华油 它的名字呢 就像给皮肤吃一个大餐 它里面含有了多种 营养食物种子的精华 它里面含有了西洋花籽油呢 独特的脂肪酸是抗氧化的 里面的亚麻籽油的 Omega-3脂肪酸呢 是修护肌肤 补水锁水的 然后没对果油成分呢 它里面含有维他命C和 果酸是可以让皮肤 换鲜和透亮的 它也是一款油肌底的精华油 但是用在皮肤上呢 油而不腻 味道呢 也是那种非常治愈的 是名副其实的 肌肤营养剂宝藏精油 我会是焦韵师的这一款 蓝瓜面油 其实说到这个季节 大家都知道 焦韵师的双脆精华 特别的好用 确实它那种拌油拌水的质地呢 用在你的脸上 包括味道来说 都是非常好 但是其实焦韵师他们家也有 虽然冷门 但很好用的护理油产品 我每次如果焦韵师专柜的时候 都可以看到三小瓶 黄色滴管的油放在那里 这三款面油 它的配方呢 都是少而精的 大概就是6到11个不等 就是欧洲真子油 作为基地油打造的纯油配方 只是根据它们的成分不同 所以质地和适应的肤质不同 兰花油呢 它的质地最为丰厚 适合干皮来补水和提亮 我用的这瓶棉花呢 它更清爽一些 适合混油皮来调节水油平衡 舒缓消炎 它的质地呢 并没有差太多 但是它里面含天竹葵精油 所以孕妇深用 还有就是 科研市的这个蓝精灵 夜用修复精华液 这是科研市他们家 蛮冷的那瓶精华了 熬夜神器 一夜回春呢 说的就是它 它里面以绞沙丸 附配多种植物精油 是那种正常的精油的触感 有淡淡的薰衣草香 是很治愈 然后很助眠的 它里面含有柠檬精油 和柑橘皮精脆 所以它配了一个深色的瓶身 强调夜用 总结来讲呢 它就是一瓶 拯救熬夜机暗沉的 夜间精华油 两个种精胶 也可以说是 有十多年口碑的老网红了 它的主要功能呢 是抗老和修护肌肤屏障 它里面是硅油做基底 成分里还有 角砂丸 神经鲜安 和天然保湿因子 这些成分呢 是在模拟皮肤外层的 天然皮质 它易渗透清肤性好 像肌肤干到爆皮 刺痛骚痒的时候 用一下修护的效果特别好 而且呢 它不含酒精 香精 色素 防腐剂和乳化剂 它是这个一粒粒 胶囊包装的 纯油质配方 它虽然是精华液 但它比很多精华油 还要油 所以干皮和干米皮 非常的适应 特别比较适合 他们家的粉胶和波波胶 如果想看我 来横向评测 金胶 粉胶 波波胶的话 就在弹幕里扣666 那大力就给你安排上 还有给大家 安利一款的呢 就是这个Drunk Elephant 最像的神奇面油 这也是一个 这两年风很大的一个Clean Beauty的品牌 它曾经被 雅士兰奶和滋生糖蒸香收购 你知道它为什么叫Drunk Elephant的醉相吗 马乳拉果呢 它是一种非洲的果实 然后因为它糖分特别高 所以非洲的大象很喜欢吃 吃完以后呢 因为这个果实里面含有很高浓度的酒精 所以它会醉掉 所以这个品牌的名字特别可爱 叫醉相 那么生怀面油呢 就是原子马乳拉果油 这种马乳拉果实 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它里面含有的各种脂肪酸 和最像通货专利的冷压萃取取技术呢 它可以保证那种活性的成分 来起到抗老化和修复肌肤屏障的功效 也是这款神奇面油 直接带火的马乳拉果油 这款油呢 质地它比较轻盈 而且一点都不有你 不管酒精香精归油色素 它表现很温和 而且呢 敏感机也可以使用 我最初被种草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刚刚刷完酸 搭配它来做肌肤修复来使用 用焦华油呢 也有下面几个小tips 第一点 如果你是干皮的话 就可以全脸按压 如果你是混油皮的话 就哪里干 按哪里 比如说要避开中心t字和比翼附近 因为本来爱出油 就不要油上加油了 用大概两到三滴就够了 再掌心记着温热它 就可以上脸咯 第二呢 就是可以加一滴在粉底里 但是如果本身就含有养肤成分的粉底 或者容易斑驳暗沉的人呢 就不要在家了 然后呢 就迎来了最最最最忙碌的一周 做早晚班机出差的打工人 还真是了不起呢 但频繁飞行 并没有影响肌肤的稳定和状态 精华油当然在里面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下期大家想看点什么呢 记得给我留言哦